美妮你應該覺得會增值吧 增值還是掉價 請舉牌 真的嗎 這不是這樣啊 你以為又 他40歲以前 我覺得40歲男人 好像是一個坎 你知道嗎 40歲以前 常常出去遊川什麼的 就說我今天有那個約 然後有酒桌 我說去去去 沒關係 去因為有時候是工作 你又不能不去 40歲以後 他就是每一次 我自己想要 享有自己的me time 有時候像比如說今天 有一天有一個工作 我畫得美美的 我想說我可以去逛個街 過沒多久 他就老是會知道 我大概什麼時候下班 然後就打來 你在哪裡 我去接你 然後我的me time就 就沒有了 那還滿貼心的耶 這樣子貼心啊 男人開始黏老婆的時候 就是 是不是 對 再來 有一天我就是帶著小孩 週末假日 我想說我們也可以去逛夜市 然後去打彈珠 然後小朋友看他彈珠多開心啊 我就給兩個小朋友換了100塊 然後就換了很大籃的彈珠 慢慢玩 然後就陪他們玩完完 然後那個彩票一直出來 想說天啊 等一下會拿到好多的那個獎品這樣 你們現在在哪裡 我說我在某某夜市 然後我在帶小孩打彈珠 你們要不要現在就結束了 我說喂 小朋友現在玩得很起勁耶 你們要他們現在就結束 還是你找個地方停車 一起玩好不好 我們讓你加入 他說可是那裡真的很難停車 你們就是我大概20分鐘後就到了 然後你們就趕快結束這樣子 我說可是我不能退廢啊 所以我就最後就只能這樣抱著說 爸爸要來接我們 然後我大兒子就說 媽媽 爸爸是不是沒有 就連剛剛要拍錄前 他就在這邊 他就站在這邊 我就說你的位置真的在那邊 他說我就想坐這邊 你連這一點空間都不給我 他想要擔心你啊 因為你快生了吧 Herry 因為我很單身啦 我也是這樣 是喔 我以前不會喔 我最近喔 這個毛病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我跟我老婆一起出門 我跟我老婆一起出門 然後轉身看她不見了 怎麼會這樣昏 你一把打電話給她 接通了 你幹什麼 你去哪裡 我今天要跟料理的大師什麼 你不要這樣 我還沒安全感 對 你很誇張 所以Herry是沒有安全感 那是一種保護 那是一種男人的責任 對嘛 我覺得他在這邊是被錄影 他遇到什麼危險 他要你保護 沒有 因為那時候 我們在結婚之前 他就是一個很鏘的大姐 傻大姐 就比方說有一次喔 他坐高鐵去南部商演 然後要回到台北 我就跟他約台北車站 我就說我在西山門等你 然後我說奇怪 時間到了 你高鐵這班應該到了 他說你再等我一下 我說要等多久 他說我到了 我到了 我在西山門 你在那 我說我在西山門啊 對 我說我在西山門 他說沒有 好簡約喔 對 然後他就說 沒錯啊 你不是說西門嗎 西山門 台北車站的西門 他跑到西門町的捷運站 還三號出口 他就常常會走丟 所以我就想說 他如果萬一一不見的時候 我很怕他去夜市的時候 突然間他就不見了 他不見就算了 他會落入益次元空間 他這麼大一個人 對 因為他又一個帶兩個小孩 對 然後會比較擔心嘛 也算貼心 我覺得 好 Terry 爭執還是吊架 當然是爭執啊 爭執啊 所以為什麼會一直有一句話說 男人是酒 女人是花 說得好 為什麼25年的威士忌 會比13年的還貴 還貴 就是越成越香嘛 對 越來越這樣 像以前我那時候 剛出道的時候 我其實在18年前 在模範棒棒棒的樣子出道的時候 那個團體出道的時候 其實根本沒什麼收入 然後那時候 很窮 好嫩嫩 小鮮肉耶 那個時期 剛剛出道就是很窮嘛 然後我們常常出去宣傳這樣 一排人喔 十個人 你們也知道 那個宣傳價錢到現在都是一樣 1350 對 可是 我今天也是1350 因為你來宣傳 可是董哥 你是一個人 我們是十個人 1350十個人分 一人分135 真的啦 135 而且我們還要填勞棒 還要扣稅 公司還要扣掉 太累了 我們那時候很風光嘛 一整個月 二十幾個通告耶 二十幾個通告耶 然後我們月底 看到薪水匯進來 幾千塊而已 慢慢熬 慢慢熬 熬到現在包括 因為我又有斜槓 因為直播主 然後還有健身的工作 越老收入就越不低 對 因為可能年紀比較長 然後大家會覺得 你比較成熟 像他們還會找我主持 就比較正式的場 比如說剛過去的台北燈節 還有高雄的那種夏日 冬日遊樂園的那種開場主持 年輕的時候不見得 會有這種邀約 人家覺得你嘴上五毛 辦事不老 對 說得好 那個權威感不夠 對 老歸老技術好 對 人家知道 人願老可以佛頭刀 佛頭刀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給我們更多意見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oding 啦 啊 bows 還有 proof